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刚才听到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直击到大家的心灵 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宾包括了这个系列的个案之一 艺人廖永宜以及我们的监制洪一新 欢迎两位 你们好 欢迎两位 大家好 永宜你昨天有睡觉吗 有有有有 心蛮多的 心蛮多的 精神蛮好的 感觉不错 刚才永宜你在预告中提到说你的最高纪录是五天没有睡觉 而当时已经产生了一些幻觉了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对啊 那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没有时间睡觉 然后唯一睡觉的时间只有在那个车上 当时这个五天不睡觉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像快要见到我的我信仰的主了 就是有尽量在跟自己讲说好等一下一定要尽量小绵一下 不然的话真的会很开车会蛮危险的 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每分每秒都在挣扎说 要休息还是要清醒要休息要清醒这样子吗 我是觉得没有的选择啊 因为你工作已经接了之后 你想要休息都没办法休息 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是在等待他们打灯的时候 或者是红绿灯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还没到的时候剿灭一下 我听起来真的是很辛苦 那除了工作之外你就是在可能工作完了之后 你也会想要有点私人的时间吧 那你就是不睡觉你还有做些什么事情呢 这个没办法因为我那段时间五天没睡觉的时候啊 我back to back啊 我白天有工作晚上有工作 然后有时候空档的时间还去教武术 所以我就因为我的偶像是刘德华 他说过只要有时间回去换条内裤就好了 好我们在这里真的要问一下监制 刚才有句话可能听到每个人心里面都会多多少少被吓了一下 因为在预告当中有句话说是 人可以死但是工作一定要做完 这个睡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当然在这里也请监制来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有关于制作一个有关于睡眠的节目呢 比如说刚才那个受访者所说的那一句话 人可以死可是工作一定要做完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东西虽然说有点极端 可是他也不完全就是说你不会去相信 因为身为新加坡人我们的一个美德 就是我们有工作的话就一定要把它做完 然后为什么要会制作这个睡眠人这个系列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两年就是疫情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朋友就经常听他们说 他们从以前是工作可能到了七点多就下班了 可是因为疫情就白天就开始zoom对吗 z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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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排得非常密 甚至到了晚上本来是应该下班了 他们还在继续在视频 还在继续在zoom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的这个生活规律就完全就打散了 然后睡眠其实就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 然后我也是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瑜伽的老师 他也说就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他就碰到很多的这些学生跟他学瑜伽 就是因为他们睡不好 然后就希望通过瑜伽来帮忙 可能改善一下他们的体制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就让我们去探索 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睡眠是发生了 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了解 那在这个系列当中 有哪些个案对你来说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其实Ryan的个案就是让我非常深刻的 可是在这之前 我们第一集也就采访了这位生命导师 他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非常拼命 每天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他每天大概才睡四个小时 然后他都觉得说晚上 他是跟我们的运作是颠倒了 他到了白天他就开始睡觉 然后晚上他都是在工作 然后直到他在37岁的那一年 他之前都非常的拼命 然后事业都发展得非常非常好 可是在他37岁的时候他就崩溃了 然后他就其实就花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去重新再调整他的整体的睡眠 然后再重新把他的健康再找回来 这一点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 明天的节目就已经会有非常仔细的去探索他的故事 然后为什么Ryan 我们说Ryan的故事 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 让Ryan自己来告诉大家 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Ryan的这个情况 因为基本上Ryan我们大家知道你是演员 同时你也是主持人 你可以能做直播 能做婚礼的思宜 能者多劳的同时 我听说你从中学就开始面对睡眠的问题 你这些年来有试过哪些不同的方式 来改善你自己的睡眠状况呢 其实有啊 就一直在改善 然后什么犯法我都试过了 然后最近就是拍了些节目之后 星期二特写这个节目之后 我就有尝试去看一下中医啊 不然的话就是运动啊 什么能够睡觉的方式我都想要尝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不睡觉真的是会影响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脾气 不要讲健康 你讲脾气就会影响到家里面或是人际关系的 所以很不好 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 有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这件事情而受到影响吗 会啊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打工的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被骂受气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很贝撤了 然后你忍住你不敢发脾气 你回到家就会对家人啊 对朋友发脾气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不对啦 我还是觉得会发脾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够睡 然后很frustrated 我相信你在觉得自己想要睡觉的时候 肯定也尝试过让自己入眠 你觉得你睡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会一直在想不同的事情 还是是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了 我是觉得每一次你特别想要睡觉的时候 特别是你明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你想要睡觉就偏偏就是睡不着 因为整个头脑会一直想 这都带了没有啊 我只是跟台词啊 台词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说每一次我上床了之后 我睡不着了我就会尽量起来 然后可能就是去泡杯牛奶 或者是看一下书看一下电视机 到了真的想累的时候 想要睡觉的时候才去睡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蛮感同身受的 就如果隔一天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你就会特别想的比较多一点 想问一下 永逸你在预告片中有说到 睡觉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啊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 我餐的人都是比我大的嘛 那么每一次从他们给我的开导 给我的指教 他们都说睡觉是 睡觉等于以后 灰西的时候可以永远一直睡觉 那么如果你一直在睡觉 你就是懒惰 那个懒惰的东西就一直 刻印在我的头脑里面 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觉得睡觉就是懒惰 说我要一定要去做工一定要去赚钱 不能在家 在家没东西做 就是懒惰的表现 我觉得这样是错的哦 小朋友们这样是错的 我觉得但是现在让我回想起来 我还蛮后悔做这个决定 睡觉就是懒惰的这个决定 那话说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 我也记得很小的时候 甚至是我的补习老师都告诉我说 你东西一定要做完 你不要那么早去睡觉 我想问一下监制 你做这整个系列的节目 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希望能够改正大家在哪一些方面的态度 而且现在也希望说 会不会也希望大家可以格外的多留意一下 跟睡眠有关的相关知识 比如刚才有意义所说的 那个一般上我们对睡眠的那个态度 或者那种看法 其实是有点扭曲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新加坡人 我们也都相信 就是说当你努力的工作 有work hard对吗 那你也要play hard 就是说到了要休息的时候 你又放不下那个时间去休息 你反正觉得说你已经白天已经工作了那么久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 可能做一下你喜欢做的东西 所以就有学生就很喜欢去打电动 或者是我甚至我们大人 就是死都不要睡觉 就是一直滑手机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睡眠 我们可以留着迟一点 但是少睡一点没关系 可是我是觉得 或者是通过这个系列 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其实可能大家要 重新的再思考 你要work hard 可是你也要sleep hard 就是你除了要努力工作 你也要努力的睡好 因为当你睡不好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说你可以把它补回来 其实根据我们在节目中 采访的那些医生跟专家 这个是补不回来的 然后什么时候他会找回你呢 那个后果就是等你老的时候 或者是到了某一个时间 他就一定会来找你的麻烦了 那到时候你再来做一些整顿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所以我们知道 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 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 是我想问一下监制 你在就是制作整个系列的时候 我又听到一些朋友身边的一些案例 什么的 你会不会也是特别留意一下 自己的睡眠品质 还有你的整个时长呢 我觉得我们在媒体工作的 我们都在交换很多 我们个人的时间或者睡眠的时间 就是为了要把工作做好 所以尤其是如果我在回想 我自己的那个工作的一个情况 以前在国外拍片的时候 脑子里面也是担心很多东西 就好像要勇于所说的 你的脑子里面如果没办法静下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 所以在媒体圈里面 其实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剪辑师导演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困境 我们其实都很想睡得好 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放不下 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睡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去那一句话 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 古人所说的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真的 这个睡得少不代表努力 健康毕竟真的是最大的财富 在这里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 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星期二特写之追眠人 会在明天晚上的八点半开播 记得锁定了 好 下一段的节目 要带你去看的是 隔着口罩和一米的距离 疫情让寻找爱情 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困难 两名单身人士 为了在疫情下寻找另一半 遇见了诈骗 感情因 远距离而变淡等重重的波折 请你锁定稍后的关于爱情